那我学佛的时候 因为佛经 最完的翻译是宋朝南宋 南宋以后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 从汉朝到这个南宋 八百多年 这是佛经大量传到中国 翻译成中国 翻的文字翻的好啊 我对于这个事情 曾经问过方老师 方老师对佛很有研究 他最后跟我讲佛经哲学 我怀疑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时候 大量翻译到中国 翻译之后 为什么原来的翻译没有保存下来 现在都丧失 找不到了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老师听到我这个话 就哈哈大笑 我也很欺骗 这有什么好笑的 他说你不知道 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中国人对民族自信心没有了 从前的中国人 那种豪气 智慧 真是世界多有二 就是中文 把这个 这个 这个印度凡文 翻成中文 不但意思 一点错误都没有 文字 比凡文的文字还要华丽 还要好 换一句话 学佛 念中文 这个疑本就可以了 那个可以不必要了 你说这个 这种乞丐 还得了吗 那你想现在中国人这么可怜啊 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说 试 repeat